在论坛上有这个连结里面 基本上我们上礼拜主要是针对日期与时间函数稍微做说明 里面比较重要像Daydiff Daydiff里面可以算精确的日期 精确的生日 比如说生日截至今天为止 年月日 甚至切割的 另外还可以切割日期 产生年曆 另外的话在针对不同的 比如礼拜六礼拜天做格式化等等的 最后有一个VBA 加入一个空白列等等 最后有提到有关万年曆部分 这个万年曆基本上 当然你把万年曆的范例打开来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遇到下拉 可能这边会有几个你需要做的 一 我要怎么能够在这边增加一个下拉清单 我的清单可能在这边 OK 那我要怎么样这个清单放在这边产生一个下拉清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在那个资料里面也不知道什么 资料验证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 Excel里面把储存格变下拉清单 那里面 比如说年跟月 我都希望把它变下拉清单 OK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我希望能够 当我选取哪一年 比如说2017好了 假设是 六月份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看到六月份的那个月历好了 那它会类似 那个排列的方式 就像各位现在看到的 但是呢 它只会显示 一到三十的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会显示 其他的部分不会显示 那当然呢 另外呢 如果你选不同月份或不同年 它一样会去变化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你要解决哪些问题 大概会有几个可能你需要克服的 第一个下拉清单 你必须让使用者有下拉清单 第二个呢 我希望产生就是一个月历 那月历的话呢 基本上 当然你可以先把它全部填满 不过填满的话 要怎么样 当然我们先不用去管说 第一天在哪里 先管说我今天希望一到七 假设一个表格 那再来什么 八到十四 一直往下 这个到十四 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叫你 用那个拖拉的 然后你第一个想说 一 然后按按键键 拖拉 键键 就有了 但是问题再来 你这样八 然后按键键 是不是 那再来呢 有没有更快一点 把这两个也选 往下 可以 对不对 这样也很快 不过基本上 我们不是要你这样做 是可以 但是我如果希望 有没有内建函数 那个公式你输入之后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产生 一到四十二 那这个表格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决定 第一天应该放在哪里 那第一天应该放在哪里的话 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什么 week day来判断 前面讲过 那透过week day 就是到说位置 那我把它搬到哪个位置上面去 OK 另外的话呢 这个月有几天 比如说这个月 六月假设有三十天 那三十天以后的东西 不要显示出来 OK 那我要怎么样 基本上旁边也有一个提示 可能就是有大概 你可能要先产生 那个 右边有四个问题 你可能要先把这个四个问题 做出来 那这个月例就完成了 OK 所以第一个 万年例 那我们先解决 如何真要下拉清单 等一下再解决那个 如何产生这个表格 再来解决这三 这四个问题 那这样子这个万年例呢 这个万年例就可以产生 所以四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如何产生那个下拉清单 那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用过那个下拉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 从资料里面有一个叫做资料验证 这个还蛮重要 而且蛮常用到 那资料验证呢 就是你游标放这边的时候 预设是这一值 就是什么什么值都可以输入 那如果说你希望呢 把它变清单的话 这个地方呢 让你可以选择 特别需要位置是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里面的清单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重要 只要你工作里面需要变成清单 都可以从这边做 我发现 之前的经验是 好像我觉得这好像很平常 可是有些同学好像从来没用过 这个就可能 因为你一定要有个清单 清单来源在哪里呢 在这个范围 所以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告诉他说 我的清单就是在这里 那你请你把这个范围 帮我载到这边来 变成一个清单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清单就放这边了 当然这边会多一个东西 好像怪怪的 要不你就被隐藏起来 要不你就是把它搬到另外的地方去 比如说这边的话呢 也许是你这边加一个什么呢 一个工作表 放黏好了 OK 那你可以把这个黏的讯息 整个全部都把它剪下好了 搬到另外的地方去 把它贴上 那这个地方下拉清单会不会还在 你会发现它蛮聪明的 你把它剪过去 有没有 你再看一下 那个 资料验证 它自动怎么样 帮你在这边加个年金碳 表示说这是另外一个工作表 不过这边注意哦 这个这样的方式在2003以前的版本 不能这样做 2003以前的版本 它不支援跨工作表取得资料来源 也就是你的资料来源 一定要在同一个范围 除非什么呢 除非你的资料来源是一个名称 就可以名称哦 OK 什么叫名称哦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这边放一个 把它剪过来 如果你在2003以前的版本 可能要这样做了 公式里面的什么呢 要不就是定义名称 要不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给它一个名称 那从这边 跟从定义名称都可以 那你怎么样呢 在这边输入一个 我的习惯比较简单 应该是你就不用切过来 这边比较快 输入一个年 Enter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以后我们就会用年 来代替底下的范围 那怎么把资料叫出来 关键就是在F3 如果你要把那个资料代出 就是那个名称代出来的话 那就是用F3来做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有不要放这边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刚刚用选的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把它删掉 你直接按F3 它会跳出什么 你刚刚建的名称 所以你建很多名称 以后按F3就可以存取那些名称 反正管它名称在哪 管它那个范围放哪里 它是基本上不管哪一个工作表 它只是在名称 所以我们就直接选它 按确定 有没有等于年了 那年因为我刚刚是指向这个范围 按确定之后 向下填满 这也OK 特别注意啊 这个方式 在F3以前的版本 你可能要这样做 可是因为后面的版本 它就是可能又增加了跨工作表 也可以存取 所以顺便讲一下 第一个 有关那个所谓的资料验证的部分 那第二个当然月份 一样可以资料验证里面的清单 所以这边的话 油标放这边资料验证 一样把它变清单 OK 那来源当然你可以从这边 不过 如果像1到12月份 像这种东西 永远不会改变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固定的 你就不用给它一个范围 你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是固定的 有没有 你可以这样子 1 就是中间的话 你就加上什么 加上斗点 这样子 OK 那以后 反正如果是固定的范围的话 或者是说 你变动的几率很小 那以后不会改的话 就用这样的方式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向下 OK 也是一个清单的 所以两种方法 一个是从什么 从年 因为你等一下可以把那个年 捡到这边来 然后在上面 输入一个年 Enter 基本上在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也可以看到 它会帮你 对照到这个范围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把万年利里面的 那个下拉清单 先搞定 第二个的话 各位想想看 这边如果我希望产生 1到42的数字 但是不是用字 你填上去的 而是要利用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检视与参照里面的那个color color是什么呢 你如果按确定会怎么样 向右填满 1到7 有没有发现 向下填满 还是1到7 为什么 这个color意思是什么 你现在储存格在哪一栏 所以它不会管说你在哪一栏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在跨下一列 帮你再加上7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一个row函数 不过roll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你在目前的这一列 不用加上那个什么呢 就是roll 比如说你向下一 就是多一嘛 那就是以那个当倍数 那几倍呢 因为你有7来 所以是7的1倍 下面一个7的2倍 再下面一个7的3倍 那你后面公式如何带 所以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用color加上row 就可以组合出我们要1到42的公式 OK 这还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有这种概念的话 以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产生 你要的这个范围 OK 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是延伸上个礼拜的日期 谁还是出个综合练习 那这边当然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的就是 如何在ECL里面呢 帮你增加清单 清单的来源 我是比较建议 你用名称 所以你要先把那个年 也许我刚刚是把它新增工作表 贴到那个年的工作表里面 然后你把那个范围 选起来之后 在它的左上角有一个 那个那一格 那一格实际上就是要让你 重新定义它的名称 那往后记得用F3 存取取得 那一个名称的范围 名称 所以未来这种名称的方式 其实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